4月29号,中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厂用长征5号B火箭成功发射空间站天河和银操,中国全面转路空间站载轨建造。 年轻的中国空间站有何看点?后发优势在哪?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总体设计部空间站总体研究室主任王维近日在接受中心社中国焦点面对面专访时做出回应。 王维指出,建设中国自己的空间站,主要目标是实现中国人在太空连续长期的驻流。 他介绍,中国空间站有三个看点。 第一方面就是我们空间站整个外形上,构型上是比较简洁的,规模适度的一个简洁的一个构型。 第二个方面就是空间站因为是年轻,所以它年轻的话能够更好地用到一些新的技术, 特别是现在虚文发展的一些信息,网络通信方面的一些新技术,包括人工智能的一些新技术。 第三个方面就是空间站留给我们的想象空间很大, 就它目前的这个规模是适度的,构型是简洁的,但是在它的基础上可以不断地去进行这个仓段的扩展, 以及相关的这个后续的扩展建设。 1998年,国际空间站发射了第一个模块,中国空间站的建造比国际空间站晚20多年。 网维称,中国选择规模适度的空间站,充分借鉴了国际空间站的发展经验。 你向国际空间站十几个国家来维护,而且主要由美国和俄罗斯两个国家来开展。 其实这个太复杂以后,这里面呢,还是运营的时候也有很多的这个一些问题吧。 所以我们选择这么一个现在的这个规模,现在这个构型的话, 也是充分站在这个前面两个空间站的发展的一个基础上, 去提出了我们的现在的目前的这么一个规模和构型。 对于中国空间站相比国际空间站的后发优势, 王维说,因为建造时间晚,一些新技术, 特别是电子信息技术,相对前面两个空间站已实现更新换代。 像空间站应该说我们现在这种软件的规模, 可能比前面两个空间站会要更大一点, 更多的功能的话,可能就不是通过硬件来实现的, 通过软件,通过一些自动化的手段去开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